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之前不停跟大家谈论疫苗、疫情、灾情等等 那些我自己都说到闷了 今天井仔都会继续去论进香港做直播 继续去谈论疫情的问题 所以我也想着这几天除非有些超级大事件 否则这两天的节目就不会主要谈论疫情的新闻 反正晚上大家看直播的时候都会看到我再说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吃下黄型的网络大花生 因为这几天开始对家的大台大乱 大乱沿着什么原因呢? 就是源自于他们的灯神 萧若元居然一反常态 说一些支持别人打针的言论 并且萧若元还利用他80多万订阅的威力 去攻击自己所有黄型的同行 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些黄人看见政府叫什么就说不要做 特别是政府现在推行疫苗护照之后 他们更加要反其道而行 就说疫苗护照怎样不好 疫苗又怎样不好 大哥 疫苗都过了一年多两年 如果真的不好的作用真的差的话 又怎会接种率可以有八成呢? 不过现在香港政府要追求九成和十成的接种率 所以才继续推行疫苗护照 总之那些黄人就千方百计 很强硬地去叫他们的观众粉丝不要打 有些就假扮中立就说 我不会叫你们不打的 但又要做足身体检查 总之说了很多在那里假扮的东西 但总之最后一个概念就是叫大家不要打针了 但萧若元这次居然反其道而行 就是支持香港政府的打针方案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新居于台湾的他 会这么支持香港政府呢? 因为在他的眼中 他会觉得是香港政府令到他没得回香港 但这次他又会说支持香港政府这么有趣 甚至他还要帮我们正常人做一个辩护 还说其他那些台说了很多疫苗的阴谋论 应该要去封台 甚至是动用自己的观众 叫自己的观众去投诉 星期二得道和港产会馆 这些二十多三十万订阅的台 也是我们正常人的眼中订 因为这些台每天都在香港散播很多 不正常人类的言论 但这次萧生又站在我们那里 去投诉这些台 如果真的投诉成功了 香港的网络世界声音又变得清传一点 又少了一些乌尼妈叉的声音 在那里骚扰着我们 还有那些点了名给萧若元攻击的台 他们都不是吃素的 因为他们也有二十多三十万订阅 其实量也不太少 所以萧生突然同阵营在我背部捅我一刀 他们也会自己拍一条片出来 去还击 双方互片这一件事 很正常很合理的 稍后就会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 井仔终于发现了 究竟萧若元这次是反其道异行 有什么原因令到他这期 这句言论就站在我们正常人那边 其实是有一个很实在的经济原因 甚至皇营之间的内斗 就不单止刚才跟大家说的上述那三个网台 连五仔都居然攻击萧若元 而且是爆粗攻击萧若元 甚至五仔都说 YouTube应该封了萧若元的台 但是五仔去那条影片 自己下下吃回力标 因为他自己作册喊猜猜 他说了很多自己都会吃回力标的说话 但是皇人的态度就是 谈话那些永远不会承认 然后又收起自己的东西不说 说就说很想封人地台 但原来五仔做过的东西 跟萧若元差不多 究竟五仔博视频 说了什么谈话 有什么收起来不说 都会一次过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些黄形乱局的花生东西 真是有花生吃就不嫌多 所以东又说些西又说些 最重要是各位观众开心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最后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都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关于什么星期二得道 港产会馆那些 为什么觉得那些人不应该打针 怎么抹黑香港政府 说他们违反人权 无事人权 我不会逐句逐句跟大家说 因为实际上来说 我自己不会完全听完他们的影片 因为很浪费我的时间 等于给了观看他们 总之我用我的理解能力 就集结了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论点 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觉得 在疫苗护照 疫苗通行症来说 就是违反了人权 总之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逼人打针 但是他们那套错误的逻辑 去说错误的东西 其实什么都是错的 因为很明显 香港政府其实是没有逼人打针 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疫情的原因 的确是因为疫情衍生了很多不少 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 但是这件事 你将它一味归咎于打针 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不理说打针与否 只是说违丰大厦去做强检 甚至乎葵冲村的封城来说 其实对于住在那里的居民来说 他们是真的失去了自己人身自由的 如果隔眼来说 都是侵犯人权的嘛 但是这件事其实是在保障整个社会 如果真是被他们用所谓的人权两个字 就纵容葵冲村的所有人 明明一楼有四十多个阳性 你都放他到处跑的 我就很想问下 有谁会尊重愿意去接纳这些人权 去和这些所谓的人权去拥抱共存 你放他们出来的 这就是令到整个香港揽炒 所以很明显人权不可以被人滥用 人权也不包周围播毒 就像国泰两个空笑 昨天有新闻卖 他们两个就上庭 最后获准了保释 去到4月1号就继续聆讯 那两个国泰空笑 他们当时都受着香港政府的防疫条例居家隔离 但想不到他们连三天都忍不住 头三天都生痕了 又要下去喝茶 那国泰两个空笑可不可以说 因为香港政府限制他的人权不合法 所以他坚持都要下街喝茶 大家就想想 那两个国泰空笑应不应该说 用他想喝茶作为一个藉口 然后就可以不需要为这次疫情的爆发 去负上任何责任 是不是就真是人权那两个字 就觉得他们去望月楼播毒就完全合适 因为国泰那班人 他们的工作原因 令到他们是很大机会中招的 所以就有法例要去限制他们部分的人身自由 限制他们的自由 令到他们的生活变得麻烦 这其实是社会要求的同时 亦是保障其他人的安全 不是单纯人权 就自己喜欢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 人权不是代表自己可以为心所欲 如果你说人权就等于为心所欲 没什么可以限制你 那为什么要起赤柱监仓 对不对? 以免全部就着黄形的逻辑去说 全部都违反人权 对不对? 其实国泰那两个空笑 我想除了他们两个本人 和他们的亲朋戚友律师之外 是全香港都想惩罚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所谓的人权自由 出去偷吃 是真的偷偷吃饭 结果就搞到全香港变成这样 所以香港政府严格地来说 是有逼真的 但没有强制性去逼所有人一定要打针 因为你作为一个商户来说 正常的 你一定想你的顾客全部打针 最好尝尝阴性才能进入你的店铺 因为这样就可以令你被人拉择 封铺的风险下降到最低 如果有一天有个人 他说明自己很大机会是阳性病毒 我试问下有哪间商场有哪间店铺 会光明正大欢迎他进去 其实现在没有打针的人的情况也是同样的 你没有打针 在科学数据上来说 证明你比其他人更加危险 如果全世界都觉得 国泰那些空少是做得不对的 他们不应该出来偷吃的话 大家就应该要明白到 还没打针的人 其实会为社会带来什么隐藏的风险 既然你带有一个隐藏的风险 社会有些法例限制你部分的人身自由 我觉得这件事是无可厚非的 正如他们经常说 人权 又说要兜个街市 要兜个商场才可以回到家 除非大家很公平的 如果你不打针 接着你的疫情令到任何一间店铺 被人封铺14天 然后查明了一个源头是来自于你的 你会不会愿意卖楼去赔全你身家给人 如果有条例可以很公平的 放在天秤那里的话 那你便可以不打针 你便照样穿过商场 不过如果引发到其他人 令到其他人没工作 失业令到其他店铺满炒的 你要赔全所有赔偿 那就没问题了 大家会明白黄色大台所说的 远远未去强制打针这个程度 即是谷针 他用政策去希望更多人去打针的谷针 这是合理的说法 但去到强制打针 无视人权这件事 远远未去到 如果有人不接种 就要去坐 这个便可以说是强制打针 这个便可以说 到时我也会同意你们 但蕭若元不单只用井仔上述的论点去说 他甚至引述了很多外国的证据 外国的数据去做一个反驳 所以令到很多黄台 什么白兵 怒得完全拼不出萧生的说话 但是萧生作为一个黄色超大台 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呢 虽然他现在身在台湾 但大家要记住 其实他是有很多食肆在香港 那些什么超市 那些什么冰室 以前还有一家坚石销 现在好像收拾了 还是转名 也不知去了哪里 不记得了 大家想想 2月24日之后的疫苗通行证 是说 你去超市都要打针 萧若元作为一个既定利益者 他当然是要为了自己 荷包着想 他有这么多生意在香港 而且他的生意 全部都是受到疫苗通行证的限制的话 他当然会去叫大家打针 如果不是那些黄人不打针 那他的店吃西北风 我们正常人就一定不会去光顾 对不对 他当然就是要鼓励他的客人 他的潜在客户去打针 因为他们打了针 才有机会去自己的店铺 去光顾自己 对不对 可以说到底 你说话说得多好听 说到底又是一个浅字 其他星期二得道 港产会馆那些 对 大家都离开了香港 你们走了老 但你们都没有实体的生意在香港 但数坏了 萧若元有 而且他一段影片 中间或后半段会提醒 这里又有什么半价 这里又有什么什么 大家买我的产品 大家就想想 80万订阅 不单止他YouTube给他的广告钱 还有粉丝变演去光顾他旗下超市 其实光顾他旗下超市的钱 理论上应该会给他的YouTube收入来得更多 所以大家就明白 为何萧若元今次会选择扎善故执 终于去讲人话 拿回正常人看的数据去反驳这些黄台 第一 钱的问题 第二 他跟其他人的立场根本不同 还有同行如敌国 萧若元都知道 其他黄色代台说的反驳打针 反驳疫苗 什么阴谋论 其实都是根据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逻辑去讲 所以都主动说要禁止他们的台 其实我对于这一件事 就单纯吃花生的 因为如果真是根据 如果他说的东西没有理据 说谎白消息就要封台的话 那些黄色大台也应该不留下 萧若元自己这么讲 其实也等于封锁自己 还有这些黄色阵营护片的东西 真是很好看的 蕭若元说这些阴谋论 没有根据 应该封你 蕭若元是想封杀自己的竞争对手 因为同行如敌国 黄人数量只有这么多 数量只有这么大 每个人只有24小时 如果你选择用半个小时看星期二得道 你便少了半个小时看蕭若元的影片 为何他想趁着自己还是一个领头羊 80万订阅 比起其他大台只有20万、30万领先一大头 当然是想用自己的影响力、领导地位去弄坏 因为你弄坏了他们 到时观众释放了出来 他便可以很大程度摇取观众去看自己 蕭若元除了知道黄台 他们是说不公道的资料 所以要封台之外 他说这东西当然不是为什么言论自由 是为了自己频道的长远利益而出发 特别是星期二得道 一天成十条片 而且他们的流量多得相当夸张 如果蕭若元真的可以弄坏了星期二得道 到时极大的流量、极大的观众 就算他不可以百分百吞 但他也可以分到一大杯斤 因为那些流量、观看次数、观看时数 其实分分秒秒都是钱 所以有时候人们很喜欢说什么言论自由 什么籍口而已 想找个位置铲除别人的意思而已 说起铲除人那一方面 是时候要说到我的好相识五仔 为什么叫他做好相识呢 因为五仔已经有了我的私人资料 我已经有了他的电邮了 我要和他进行什么商业联络 我发电邮给他就没问题了 众所周知 五仔说他是YouTube界的寄生虫 有些网友说他是丹地鸡、菠萝鸡这些 斯文这些大事又怎会没了他的身影呢 五仔又拍了一条片去评论萧若元 他在那里假装生虫 又说萧若元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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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打压言论自由啊 又说如果说假新品就要封的话 萧若元第一个就先搞你了 你经常在那里讲假新品假消息的 即是五仔呢很有趣啊 他明明他也是不断说假资料、假消息 但他又说到自己不断 我听过才呆了 原来现在做贾的人喊得这么大声啊 不过五仔呢手脚很快的 即是在产人留言那里 过往下面有很多人我看着 说五仔你的资料说错啊 不对啊你带读人啊 那五仔怎样啊 就剷掉你的留言啊 谁说我假新品剷掉他就行了 这些就是五仔式的言论自由 即是他说 萧生说假新品掌公封他 他自己呢他完全不提自己 这一件事是很有趣的 甚至乎五仔做的强盗逻辑的狡辩 就说我没有啊 什么假新品啊 别人写假新品我跟着读 那我读的就不是假新品 我读别人的东西而已 那不关我事的 有什么你去投诉人啦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辩护做的强盗逻辑 不过纯粹是萧若元 不用五仔那套的强盗逻辑 如果萧若元就像五仔那样 那其实萧生都可以到处去推讨 就是说我读的而已 不关我事的 我中立的 跟人读而已 这些不叫假新闻啊 那样 那还有 哇 五仔有一件事是超有趣的 五仔居然是敢说什么 youtube这个平台是有言论自由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不同的东西 就不是说什么 你说的东西我不喜欢你 我就投诉你剷你的影片 喂五仔你又说谎 你上个月才剷完我四条影片 你还要用一个不合法的手段 不合法的理由剷我的影片 你五仔现在好意思出来 跟youtube说是一个尊重言论自由 不应该投诉人的地方 你睡醒了吗 整个黄色台就算是萧若元 他现在跟星期二得道和港产媒管打紧 他们三个都没有互相剷人的影片 但是你五仔就牛逼了 厉害了 自己剷完影片 现在在扮没做事 在扮说公正话 我现在就踢爆你说谎的真面目了 睡醒了吗五仔 你用犯法手段剷我的影片不止 你还没公开跟我道歉 你连钱都没赔过给我 你甚至还没找律师寫道歉信给我 然后你现在在闪大眼说谎 说youtube有言论自由 不应该删除别人的影片 幸好 井仔我都开始有些朋友 当一些正常人界别的朋友 知道我被黄人搞的时候 都为我提供了不少协助 令我写到一篇文章 可以直接反击到五仔你 五仔我知道你看到我的文章 不过十个工作天内 你不懂法律 再加上道理永远在我那里 你反驳不了的 我最后就能够成功 凭自己的实力拿回影片 你自己又是用犯法手段 去打压他人言论自由的行为 这字不提 现在好意思说萧若婉 你们狼狈为奸一旦旦 又要做表纸又要拿政治牌坊 不过这些我虽然是扯火的 但我明白这些是很标准的黄人双重标准 例如说爆眼女儿那件事 五仔你又说了 不过这条影片被我刺破了 但最后爆眼女儿被人发现没有爆眼 他还是没有向大家道歉 正如五仔你一样 你犯法你做错事 你打压言论自由 你不道歉你不赔钱 现在还要开口 在这扮性人省点 如果各位观众看到这里 而你又想把恶人恶事丑恨踢爆的话 多些把这条影片扩散出去 让大家知道五仔不尊重言论自由的真相 五仔就说萧山不尊重言论自由 什么什么什么 说假新闻应该要封住他的台 当然啦 像刚才井仔我所说的 五仔想吃萧若元的观众 对不对 大家想想 不要说吃不吃到萧若元的观众 只是我拍一条片踢爆他真面目 他都要鋭而走险去刷我四条片 我的存在是吸不到他的观众 他都要刷我的影片 如果萧若元真的被五仔弄坏了 那八十多万订阅 如果他只是吞到四分一 他都起码可以多二十万订阅 约升到五十万订阅 论音招论打压 萧若元是远远不及五仔的 明明五仔暗地里搞人 不过他失败了 现在白不知白没做 不道歉不赔钱 又想借着疫苗这件事 借机去搞萧山 当然想萧山倒下的人有很多 我们正常人当然想他倒下 虽然萧山倒下了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他的观众一定不会看我的 相反会进来骂我 但我自己其实不是黄形大乱 我是想你们全部收档 你们全部收档 香港言论真正只有自由 大家可以在一个百花齐放 五光十色的地步之下 可以选自己喜欢听的网台 而不需要听一些有毒被污染的说话 大家有时候要认清楚 很多人在网上说一套做一套 又说什么信法 信报应 信轮回 省点 做差就有你分 还要大大声说人才是差 好了 今集我自己说得挺爽的 因为一次过踢爆了 那些黄人的黑材料 黑心态 为何那么喜欢拿着言论自由 这四个字当上方宝剑 又说有言论自由 自己偷偷地刃人片又不说 不用跟你说 如果你再搞我 下次就不单止只有我一个跟你对抗 你自己想想 究竟你还值不值得去犯法 去打压正常人的声音 到时后面还会有什么KOL出声 我不知道 不过你自己想想 这次幸好我未有太大件事 如果再进一步 到时全部正常人阵营来打你 不出奇 因为大家很多时 在大事大非上来说 就一定是同仇敌盖的 五仔 你自己想想你了 不过如果你继续在说谎 我一定跟着你来说 反正 email记录 图片 我有了的 你那些黄的记录 我都背包了 所以你不用想剷证据 没意思的 好了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